这个就是以前的明朝的时候 唐朝的时候就有了这个石区 对 这个就是以前朝山的古道 朝山古道边上 许多稀有的植物在这里肆意生长 这个就是范定火荣草 也是范定山的一个特有种 只有范定山才有的 所以是范定山一个特有种 范定小博 小博刻的 这个植物特有点就是这个 结晶着有三颗刺 所以老百姓又叫它三颗针 那这就范定景天 13年才发表的一个新的类权 更进一步地丰富了 这个景天树的植物多样性 发现一个新物种可不容易 要在这陡峭的山崖下 找到这么一个几厘米大小的植物 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范定景天的发现 就用了三年时间 因为发现一个新的一个物种 要采取它的标本 除了刚刚要采取它的花果 它就有不同的季节上来采 第一 第二年 我们就年数上来了四次 都没有采到花 因为采不到它的花 就定不了它是哪一个数的物种 第三年 半个月上来一次 半个月上来一次 终于我们采到了那个花 秋天的时候又把果实采到了 路越难走 发现就越多 甚至一步之内 就生长着几种本地特有的物种 你看这个一个平方米的范围内 就有四个五个特有种 你看这个是饭成爆春 这个是饭进点立梅 这个也是饭成特有的 但这个是植碗 饭进植碗的 这个幼苗 暖液爆春 像鸡蛋一样的 它就根据它的叶型来取名的 这个地方你看又有饭进那个景天 你看就是一个平米 叫特有植物 这个要在全世界全中国要找一个平米 那地方有四五个特有植物的地方 很难找 独特的小环境 湿润温暖 难怪这么多种饭进山的特有植物 挤在这里 世世代代 生生不息 山上的天气说变就变 刚才还是白云朵朵 转眼间就雨雾迷蒙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势 给饭进山带来了大量降水 西太平洋季风 印度洋季风进入内陆 遇到武陵山外阻挡 大量的水汽变成降水 两千多米高的饭进山 更是得天独厚 虽然身处内陆腹地 但是一年的降水天数 多达二百四十多天 年降水量最多能有两千六百毫米 看比我国季风降水 最丰富的东南沿海地区 水源充沛的饭进山 号称有九十九道溪 这些溪流汇成黑万河 牛尾河 等九条主要河流 奔腾而下 西北坡面地流入乌江 东南坡面地汇入原江 所以饭进山又是乌江 和原江的分水里 风貌的植被多样的气候 也为一些喜阴的植物 提供了生存空间 苔藓类植物在山上随处可见 树干 岩石 草木之下 都是它们见缝插针之处 一平方米能有二十多种 这是提灯险刻的 这个是极险刻的 这是苔 这种是苔 这种苔苔 这种棉险 还有这种鱼险 鱼险刻的鱼险 根据最近的一次本体资源调查 范兴山总共有六百五十七